溪流感会不会在灾区爆发流行 目前还是个问号 但可以确定的是 已经有不少灾民 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 得了皮肤病 而卫生单位更担心 因为灾区的环境脏乱 接下来可能会爆发 登革热大流行 所以每天都要沿街 喷洒消毒水 这里是屏东林边乡 风灾过后部分地方积水还没有退 就算退了 路面还是不满淤泥 受灾好多天的家园 居民一直忙着用水冲洗 但怎么冲还是冲不干净 加上天气炎热 有居民担心 灾区恐怕会爆发 登革热大流行 烦热也是要清 自己的地方 对不 不清就能洗 你像什么来消毒吗 会啊 他们都会来消毒 积水让当地卫生所的业务 几乎停摆 但消毒工作刻不容缓 就怕积水滋身并没闻 第一线的卫生所人员 每天都忙着和军方化学部队 到处沿街喷洒消毒水 就是希望能够尽力阻止疫情发生 我们是怕疫情发生嘛 那我们是以那个漂白水 那个500ppm的漂白水 泡自然之后 加加护 有需要喷的话 我们就爱护也去进去喷 不只担心灯隔热 根据当地医疗站的统计 目前去求诊的民众 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长期泡水 整理家园而引发的接触性皮肤炎 其中也有不少人出现了感冒症状 还好都不是新流感 不过医疗站还是紧急向卫生局调来 五人份的客流感已被不时之需 目前其实在我们这医疗站 目前还没有发现 那假如有发现的话 我们就会更加格外的注意 那就会准备更多的药品 虽然因为积水 让当地卫生所和医院还无法运作 不过有不少医疗团队都进驻到灾区 为民众免费看诊 医师提醒 一有不舒服就要尽快就医 如果有类似新流感症状 医疗站也会立即给客流感 避免疫情扩大 接下来讲日文 王威雄屏东报导